祝你的兄弟姐妹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再次相聚在这里 今天我们分享一段圣经 是《卢家福音》第七章 以后耶稣往一座名叫纳因的城区 他的门徒和许多群众与他同行 临近城门时 看正抬出一个死人来 他是母亲的独生子 母亲又是寡妇 且有本城的一大伙人陪着他 主一看见他 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 向他说 不要哭了 随上前按住棺材 抬棺材的人就站住了 他说 青年人 我对你说 起来吧 那死者便坐起来 便开口说话 耶稣便把他交给了他的母亲 众人都害怕起来 光荣天主说 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一位大先知 天主眷顾了他自己的百姓 于是称属耶稣的这番话 传遍了犹太和附近各地 亲爱的圣神 请你来 来带领我们的祈祷 亲爱的圣神 请你来 来带领我们的祈祷 亲爱的兄弟姐妹 请你安静你的心 闭上你的眼睛 耶稣在经过 耶稣在经过 耶稣来到了那阴城 耶稣来到了你的身边 耶稣的经过 耶稣的经过 耶稣来到了那阴城 耶稣来到了哪阴城 耶稣来到了那阴城的经过 耶稣来到的那阴城的经过 耶稣来到那阴城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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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的痛苦是丧腹的痛苦 亲爱的兄弟姐妹 经常说看 圣神说看 十三节说主一看见 就对他动了怜悯的心 向他说 也是对你说 不要哭了 有一首歌啊 说风雨中是你的身影 是你的脚步 默默保守我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离开 你就是耶稣 爱我的耶稣 孤独的眼泪 是你擦干 我以前问 什么叫孤独的眼泪 为什么是孤独的眼泪 有一些痛苦 只有你 只有主 能够明白 所以他是孤独的眼泪 就像这个妇女一样 有一大群人陪着 伴着 但是在这几天的过程里头 当这个母亲 当这个妇人 单独一个人的时候 他的痛 是没有别人 可以触摸到的 他的泪 是没有谁 可以理解的 就像你 所经历的一样 你说 我已经到了低谷 但没想到 还有更低的 就像这个妇人一样 他失去了自己的丈夫 原本认为 已经够不幸了 现在又失去了自己的儿子 耶稣过去 圣神说看 十三节 耶稣就看见 他就安住棺材 安住环境 对夫人说 不要哭了 亲爱的兄弟姐妹 在你的环境里面 耶稣来了 耶稣现在来到你的环境当中 对你说 不要哭了 在十五节里面 在十五节里面 说 耶稣 把他 也就是这个复活的年轻人 交给了他的母亲 你要留意这个细节 耶稣把这个死人复活以后 是耶稣把这个年轻人 交给了这位母亲 耶稣会把你失去的 交给你 他会 他能 今天的这个事迹告诉你 他会 他能 不是这个妇人做了什么 只是耶稣看见 亲爱的兄弟姐妹 安静你的心 让耶稣看见你 看见你的近况 看见你的遭遇 看见你的不幸 感谢观看 圣神 圣神请你来 圣神请你来 教管 圣神请你来 安慰 因为耶稣所做的一切 都是借着你而完成的 你就是耶稣 分尸出去的安慰 你就是耶稣 分尸出去的爱 你是耶稣 分尸出去的一切 圣神请你来 圣神请你来 高默 安慰 医治 复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妇人总是有一大群人陪着 但没有人能够解决她的问题 我想 耶稣在这个时候 应该也想起了自己的母亲 玛利亚 按照教会的传统说 耶稣的义父若瑟 很早就去世了 耶稣的母亲 你是我们的母亲 玛利亚 很早就成了寡妇 亲爱的兄弟姐妹 耶稣不是不知道这人间的痛苦 他不是没有经历这人间的痛苦 所以他在十字架上把自己的母亲交给若望 给若望说 看那是你的母亲 有一些兄弟姐妹说 天主教的弟兄姊妹是拜圣母 自然 不是拜圣母 因为他和我们一样 是人 是需要救赎的人 没有谁不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 包括圣母 圣母玛利亚 他的独特之处就是他孕育了耶稣 经历了耶稣 是他看着耶稣长大 是他伴着耶稣一直走到十字架下 是耶稣 是耶稣把他的母亲交给了唯一的一个站在十字架下的门徒 若望 为什么玛利亚为信德的模范 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还能够相信 这是仙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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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上你的眼睛 兄弟姐妹 耶稣站在你的面前 那圣神是你看见 祂如何恢复你所失去的 耶稣来是为了更新意见 看 祂正在更新意见 圣神你来捧住 圣神你来安慰 圣神你来信 我们今天的祈祷是以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 阿们